我对医学很感兴趣 我希望在医学上有新的发现 做出新的东西 不单单是为新疆人民 而是想为全国人民做点贡献 我叫阿卜都热义木匠艾利 来自新疆克州 我是维吾尔族 目前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我主要研究肿瘤免疫治疗 目前做的是提高免疫治疗 减少疗效 减少副作用这块 研究肺癌为主 因为我们国内国外 肺癌是第一大主要 在医院做科研的话 是以临床发现的问题为出发点 为了解决临床遇到的困难 比如说现在肿瘤的话 整体上有了很多新药 新的治疗手段 有些患者治疗效果特别好 但是也有一部分治疗效果不好 或者很快就会恶化 那我们现在重点做的是去筛选 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一个患者是获益的 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诊断治疗 是对它更好的 每个样的都单独地提取 然后提取完了以后下雨 有的是用来DNA扩增 然后有的可能就是提取蛋白质 用一些仪器设备来检测 这个蛋白质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简单回顾一下 它肿瘤特性的话 就是它是无限增值的 我从小喜欢动手操作 就是小汽车呀 小的游戏机那一类东西 上大学之前还想着考个物理 或者计算机那一类 想当一名科学家嘛 但是呢我父母建议学医 综合了下我爸爸妈妈意见 以及我自己的个人意象 后来通过了解呢 发现正好有这么个专业 就是又能学医 也能实现自己小时候梦想 去当科学家 所以当时就选了技术医学 上高中是去了新疆高中班 然后在山东省念了高中以后 就从那儿考到北京大学 研究生也保送到北京大学 我试炼完了 做了三年博士后一直在这 我目前专注做科研 我从上大学到现在 跟同学啊老师都关系很好 就是没有觉得 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 有什么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也没有把我当一个特殊人群 就是大家该一起学习 一起学习 一起踢球玩 一起踢球玩 我从小到现在 还保持的一个爱好 叫踢足球 之前大学的时候 是有大学的球队 一起踢 一起训练 而现在工作了 我们也有自己的球队 现在也保持一周一到两次踢球训练的这么个习惯 北京好的一点它的文物文化积淀比较多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北京这一点 然后另外我对北京一个感受就是这几年城市变得越来越好看了 绿化越来越好了 另外觉得软实力也上来了 每年都觉得新疆发展挺大的 就是一年不回去又多了几个新的大楼 路变得又好 交通觉得也是越来越便利了 这种感觉 之前就觉得新疆教育整体上也没那么差 因为学的文化课到这儿也没有觉得自己哪一方面比别人差很多 最直接感受就是新疆的学校 硬件条件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新疆我感觉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去学医 因为我有机会经常地跟我们拥挤的几个大医院的医生有交流 所以感觉这些新的仪器设备治疗手段去那边普及也是挺快的 所以整体上新疆医疗水平也提升了很多 跟自己身边同事学生推荐一下新疆的旅游圣地 之前推荐了几个地方 大家去了以后评价特别好 他们也是接着给别人推荐 将来一段时间我可能还继续在北京做我的研究工作吧 目前的话还是想听一听 就是大家都觉得肿瘤可怕的时候 就想让它变得不可怕 目前是我的个人理想 氛围殿 2103 1173 2103 4107 5107 2104 4104 1157 4104 4105 5107 104 6107 7105